謝謝主席喔 首先請教一下司法院秘書長 最貪的檢察官陳玉珍 搞了幾千萬以後 2013年被彈劾 我後來去高檢署 了解一下他們主任檢察官 到底是怎麼配置的 我後來才發現說 他竟然爽領甘薪 6年 當然你們說只有領半薪 但是我要講的是 這種貪污的檢察官 給他領任何一塊錢 我都沒辦法容忍 我也不相信台灣社會可以容忍 我後來才發現說 他可以爽領甘薪 6年 是因為你們職務法庭 監察院移送過去了以後 竟然擺讓不審理啊 我後來去問一下司法院 司法院給我的回函 說他準備程序都請假 那按照司法院的邏輯 現在是陳玉珍只要一直請假 不斷的請假 永遠的請假 以後大家有樣學樣 那整個懲戒制度不就形同虛設 就是目前他如果有精神上的障礙啊 他有精神上障礙嗎 因為原來在刑事庭那邊 他是一直以這個作為一個抗議 對啊 但問題是人家刑事行動判決確定啊 你們職務法庭拖了不捨你是在幹嘛 幫他創造繼續領甘心的空間嗎 我們側面了解齁 職務法庭應該會 我們側面了解 是不是可以請職務法庭出來說明 面對社會 那個因為審判獨立 他要怎麼拖都可以 所以再拖個20年的司法月也沒皮條 你的意思是這樣嗎 這個就是跟我們特別抱 我們覺得目前法官法有關職務法庭在這方面的設計 並不是非常走影 等一下 你喔 又拖到法官法我就搞不清楚了 你們給我的回寒喔 說不能依照辯論判決啦 如果要依照辯論判決 僅限於不受懲戒或者是免疫 那胡說八道啊 職務法庭案件審理規則 我通知你的無政當理由不到場 就依照辯論判決啦 陳玉生這個案子到底有什麼特別的 你們為什麼在回給我的公函上面 聞過是非 故左右而言他 跟我們特別報告 這個在當初回文的時候 確實沒有注意到 什麼叫沒有注意到 確實是沒有注意到 你們當初給我的回文就在包庇他 什麼不能依照辯論判決 我後來回去查啦 職務法庭案件審理規則 根本不是這樣規定的啊 可以這樣做嗎 沒有 這個部分 司安必須承認這個 當初提出的意見是有疏忽的 所以呢 可不可以依照辯論判決 在一定的條件下是可以的 什麼叫一定的條件下 我們都是學訴訟法的 講白話文啦 他就經傳不到 第一次申請 然後再傳不到就可以依止 對啊 結果這樣可以搞六年喔 不過前面我了解他是因為精神障礙的問題 奇怪了 你說精神障礙 那刑事判決怎麼確定的 那刑事判決有問題喔 那個法官審判獨立在這塊說的 我們很難要求法官說 沒有關係啦 對啊 法官審判獨立的空間我百分之一百多尊重 今天我不是說這個法官應該怎麼判不應該怎麼判 今天當這個程序可以拖到六年多 拖到六年多 讓他一直在那邊領甘心 我看不下去啦 人民也看不下去啦 可以用司法獨立來迴避這件事嗎 沒有 他如果真的有不能夠進行審判的事有 你還是必須 對嘛 所以我就問你嘛 所以現在職務法庭有認定他有不能進行審判的事有 有裁定停止訴訟程序嗎 有嗎 有按照案件審理規則在做嗎 有嗎 有還是沒有 我們了解是在原來承辦職務法庭法官已經變更了啦 現在已經... 所以咧 現在要拖到什麼 現在拖到法官換人喔 那前一批法官在做什麼的 剛我問你的問題你為什麼不回答 哪一個問題 他有裁定停止訴訟程序嗎 沒有啊 沒有 對啊 沒有 他有沒有裁定停止訴訟程序 案件放在那邊睡 結果被質疑的時候說大家不能質疑我 有這種道理喔 好